为了让台东民众有很好的健康环境 台东县卫生局推动无烟家庭的戏剧巡回演出 希望透过有趣的戏剧效果 让小朋友了解无烟环境的重要性 进而影响家长 烟害其实这个问题 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立它对癌症 它是一个对人类会致癌的一个物质 那目前我们透过了很多的活动 还有宣导 然后已经让我们成人的吸烟率下降了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在家庭的二手烟是非常严重 因为烟害防止法没有办法波及到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的无烟家庭 那个一个的重视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亲子的一个反烟戏剧的表演 来到我们的乡镇去办理 那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无烟的一个家庭 让小孩子在从小就不要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 还有三手烟的环境 那105年度我们无烟家庭亲子的戏剧巡回的演出 那我们是在5月14号以后就开跑了 那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场次 希望呢我们有些家庭的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观赏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营造一个无烟的家庭 活动将从5月14号礼拜六开始 从儿童故事馆接连八个场次在台东各地来演出 希望家长跟小朋友可以正式无烟议题 从自身做起 透过亲子关系 让大家都远离二手烟以及三手烟的危害 东台讯文部放林在台东市的测评报道